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然油矿在全球储量有限 只够人类使用数十年 其次 利用核裂变发电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核泄漏灾难 比如著名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战事故 日本福岛核电战事故 人类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未来能源问题了吗 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的爆炸给人类提供了新思路 与原子弹的核裂变原理不同 氢弹爆炸依靠的是不受控制的核聚变 核聚变的过程不仅不会产生辐射 还能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可以让一生水产生相当于300斤油的能量 但是 人类目前只掌握了不受控制的核聚变 想要真正利用核聚变 就必须要实现可控 事实上 核聚变的原理和太阳发光 发热的过程相似 实现可控核聚变就是要研制人造太阳 过程并不容易实现 2020年7月28日 中 美 韩 印等七个国家 在法国圣保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工程启动仪式 安装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 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 旨在模拟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过程 探索受控核聚变技术商业化可行性 整个安装过程由中国主导 几乎承载着人类未来的全部希望 托卡马克装置是一个类似于轮胎状的环形真空枪 是实现核聚变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国主导建造位于法国的托卡马克装置 直接说明我国的核聚变技术得到了全世界认可 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021年5月28日 我国成功实现了托卡马克装置可重复的 1.2亿度101秒等离子体运行 和1.6亿度20秒等离子体运行 再次创造托卡马克实验装置运行新的世界记录 不久前 韩国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 在1亿涉适度的情况下只坚持了30秒 中国发现地下海洋 淡水远超世界20% 就在沙漠里 为啥不利用 地球表面有超过70%的面积被水覆盖 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海水 可利用的淡水资源非常少 近期中国发现一处地下海洋 远超世界淡水总含量的20% 更出乎意料的是 这些水资源居然就藏在沙漠里 那么为啥不对其进行开发 然后加以利用 这背后主要的原因是直接对其进行利用 所造成的坏处远大于一处 从地表上来看 塔克拉玛干沙漠毫无疑问是全球最为干燥的地区之一 而近期中国科学家却出乎意料地 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大量的地下水 据统计其总储量相当于北美五大湖区的10倍以上 要知道这五个湖总共能够储存超过23万亿立方米的淡水 占据全球总淡水储量的20% 即使和全球第二的贝加尔湖相比 这里的淡水储量也要远超出10倍以上 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片隐藏在地底之下的淡水海洋 总量如此庞大的水资源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这实际上和地球的地质变迁有一定关系 众所周知 地球的地表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每时每刻这颗星球都在发生着频繁的地质变化 而亿万年沧海桑田足够令原本的海洋变成陆地 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在的塔里木盆地 在远古时期 实际上是一片海洋 当地质构造让周边的地形上升时 无处可去的海水就被留在了盆地当中 变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内陆咸水湖 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 这些海水一部分被蒸发变成水蒸气 进入大气环流当中 另一部分则不断向下渗透 变成了极其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这一地质变迁也给中国带来了非常重要的矿产资源 在1995年的勘探当中 中国地质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 储量高达2.5亿吨的岩甲矿 用这些矿产生产出来的化肥 对于农业和工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既然塔克拉玛干的地下隐藏着一片海洋 中国为什么不对其进行开发呢 造成这一现状的因素有两个 第一就是当地极其严苛的自然环境 该地区的年蒸发量高达数千毫米 抽出地下的水资源很快就会被蒸发 而只有个位数的降雨量则意味着这些蒸发的水资源几乎永远不会返回这里 另一方面就是技术方面的原因 该地区的地层当中长存着大量原谷海洋遗留的矿物质 这代表着抽出的水资源很快就会被污染变成难以利用的咸水或者是饮水 而过度开采地下水资源又会导致空洞出现 进而造成地面塌陷 目前人类的技术手段还难以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强行对该地区的水资源进行开发 最后只会导致得不偿失的结果 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 人类还无法对隐藏于塔克拉玛干地下的这片海洋进行开发 强行对地下水进行抽取 完全不利于当地的生态环境改造和人类生产生活 与其现在就去开采 还不如将这些丰富的资源留给子孙后代 利用以后更加先进的技术进行开发 垄断国内市场还具用中国员工 这一美国巨头肠道苦果 被赶出中国 众所周知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 各个领域的实力都一气绝尘 尤其是在经济 军事 科技等关键领域 美国的成就更是一度领先世界几十年 就拿科技产业来说 如今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网络 就是起源于美国 而全球使用的互联网跟服务器 12个中有9个都位于美国 其科技实力可见一般 美国的科技和移动互联网一直都走在世界前列 该国不少科技互联网巨头企业在全球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微软 谷歌 亚马逊等公司都在起列 是美国顶级科技企业的代表 除了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科技巨头 还有一个美国科技公司 曾经在我国 垄断了市场长达30年之久 不仅称霸中国市场多年 还一边赚我们的钱 一边趾高气扬的说不会培养中国员工 不过好在 最近几十年来 随着五国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快速崛起 在阿里巴巴 华为 腾讯等等企业崛起之后 这些趾高气扬的洋品牌开始败退中国市场 这个曾经在五国驰骋多年的美国巨头企业 就是甲骨文公司 曾经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 该公司抓住了机遇 掌握了大量先进数据和云计算技术 在最为巅峰的时候 该公司是全球仅次于微软的第二大互联网企业 而在数据库领域 甲骨文更是所向披靡 尤其是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后 由于当时五国数据库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 所以甲骨文赚得盆满钵满满 国产互联网企业要想发展 就不得不租用甲骨文的数据库 在中国市场赚了很多钱的甲骨文公司 服务态度却很傲慢 没有一个高管是中国员工 而甲骨文也曾扬言 不会培养中国员工 而当时国内企业使用甲骨文的服务器和数据库 不仅要缴纳一笔具有的费用 而且每年还要缴纳一定的专利费 一直到后来我国华为公司开始崛起 并进入服务器和数据库领域发展以后 甲骨文的市场才开始慢慢被瓜分 在华为推出数据库服务以后 中国电信等企业第一时间就开始和 华为等国内科技企业开始合作起来 之后阿里巴巴也开始投入到数据库和云计算领域发展 如今马云的阿里云服务已经打败了甲骨文公司 成为了全球第三大云服务企业 而且在国内云服务市场上 甲骨文也直接被阿里云服务 华为云服务给打的节节败退 最后也只能败退出中国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